这位大姐正在为狗狗的离世 非常的伤心 狗狗到底经历了什么 注意看 这只狗狗吐着舌头 看着狗狗的样子非常的难受 已经奄奄一息了 狗狗叫泡泡 狗狗已经14岁了 在狗狗的生命里已经属于高龄了 一直以来 大姐对待狗狗像家人一样 非常的关爱 直到半年前 狗狗的身体越来越差 于是大姐便把狗狗放到自己有房间里 无时无刻地观察着它 你看它每天晚上特别遭醉 它睡不着觉 反而一直这样的喘 我估计它肯定时间不多了 看到狗狗这样 大姐也多次带着狗狗到宠物医院查看 医生经过检查 表示狗狗已经心脏衰竭和有肿瘤 现在狗狗的肚子里都是腹腔积水 加上年龄这么大的狗狗 已经是治不好了 只能靠吃些药来缓解狗狗的痛苦 大姐也是一直抱住狗狗 给它拢着身体 这样可以让狗狗舒服一点 此时的狗狗已经蒸不开了 看着狗狗痛苦的样子 大姐真的不忍心 很是心疼 每天晚上都陪着 看着狗狗的样子 大姐和丈夫再次带狗狗去宠物医院 在医院里 医生也再次帮狗狗检查 而狗狗也一直在喘着粗气 眼睛瞪得圆圆的 展现出他的坚强 狗狗还是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但医生还是表示遗憾 狗狗已经治疗无望了 大姐也是伤心的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想让医生帮助狗狗安乐死 让狗狗少遭点罪 看到陪伴自己14年的狗狗 即将从自己身边离世 大姐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而大姐的丈夫一边抚摸着狗狗 一边自责了起来 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看到狗狗这样 大姐的丈夫一直在对着狗狗说 对不起 我们实在是不忍心 再看他这么遭罪下去了 所以说 一会儿医生就决定给他安乐 放下手 你别说对不起 你这是为他好 你别老是这样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能让他看着他那么遭罪吗 看到狗狗受到病痛折磨 尽管大姐万般不舍 但还是选择了放弃 而大姐的丈夫 一直在抚摸着狗狗 安慰着狗狗 狗狗也躺在手术台上 他拼命地看着大姐夫妻俩 喘着粗气 眼神里也充满了眼泪 他也知道自己将永远地离开 似乎在跟主人做出最后的告别 大姐还一边问着医生 是不是自己对狗狗太残忍了 那大夫那你 我们这个不叫残忍吧 其实我们很想救他 但是真的救不了他 真的救不了他 在医生准备打针时 大姐还是不忍心 因为狗狗还有一口气 不想这样就结束他的生命 最终两人还是决定 放弃安乐死的方法 随后也是把狗狗抱了回家 到了第二天 大姐来到狗狗的房间 他在门口忐忑不安 生怕自己进去了 会看到最心痛的一幕 在纠结过后 大姐还是鼓起勇气进去了 大姐进去后 发现狗狗已经走了 大姐就再也忍不住 大声哭了起来 爸爸 我就听着没有动静了 爸爸 我晚上我不敢过来 我听着没有动静了 走吧 我都早上起来都不敢开门 我害怕走了 从昨天晚上 其实 凉了 最后夫妻两人 也是把陪伴14年的狗狗 决定埋在了自家的后院 他们自己把狗狗当做了自己的家人 面对狗狗的离去 大姐也悲痛万分 对于狗狗来说 也许没有任何遗憾 狗狗也算是寿终正寝的 而且还遇到 对自己如此爱戴的主人 也为爱戴狗狗的主人点赞 好了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了点赞关注转发哦 让爱能传递 感谢大家的支持 注意看 眼前的这只流浪狗 看着兽骨如柴 饿得只剩皮包裹 在马路上寻找食物 而且还一直在发抖 看着真可怜 当有路人经过时 狗狗还会躺地上 翻过身来讨好路人 祈求着路人能给自己点吃的 最后狗狗会怎么样的 真希望能有好心人救助狗狗 这时路过一对好心的母子 看到狗狗这样 真的太可怜了 狗狗用渴望的眼神 看着他们 而且见到他们 狗狗还会翻过身来 讨人开心 多乖的狗狗啊 小哥也不忍心 也是把带的馒头围给狗狗 狗狗看到小哥拿出食物 可怜的狗狗目不转睛地看着 当小哥拿出馒头时 狗狗迫不及待地 大口吃了起来 看到狗狗这样 真让人心疼 估计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小哥看到狗狗的样子 都傻眼了 狗狗也是很快地 吃完了一口 又迫不及待吃一口 根本没有嚼就咽了进去 可想而知 这顿饭对狗狗来说多重要 意味着能保住自己的命 可怜的狗狗 到底遭受了多少的磨难呀 小哥看到狗狗这样 一直在安慰着狗狗慢点吃 很快狗狗便把一个馒头吃完了 看到狗狗这样 真怕狗狗会噎着 但狗狗好像并不在乎 好像恨不得直接把食物储存在胃里 因为吃了这顿 连狗狗自己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吃上饭 看着狗狗这样 真的太心酸了 小哥也只能默默地看着狗狗 狗狗吃的时候 一点食物也不浪费 就算有一点点馒头蟹掉在地上 他都会吃完 他在吃东西的时候 全身还是在不停地发抖 而且后腿上的肌肉都透明可见的血管 肯定是生病了 看到狗狗这样 小哥不忍心让狗狗再次流浪 便跟母亲商量把狗狗带回家 但在这时 狗狗吃完食物后 却躺在路旁 感动地哭了起来 小哥看着狗狗这样 一时也不知所措 随后小哥也是把狗狗带回家 因为狗狗一直在发抖 回到家后 第一时间给狗狗做了检测 做完检测后 好在狗狗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许是太久没吃东西了 才会饿得发抖 这时他们发现狗狗的肚子上 有很多小红点 估计狗狗得了皮肤病 小哥也是再次细心检查 狗狗也很配合小哥 也许他知道 小哥是在救自己 看看狗狗身上有没有受伤 小哥也放心了 但为了狗狗的安全 还是给狗狗准备了一个笼子 随后给狗狗拿来水 因为刚才狗狗吃馒头 并没有喝水 狗狗看到水后 便大口喝了起来 等狗狗休息一会后 小哥给他洗澡 因为狗狗流浪了太久 全身都是脏兮兮的 看着狗狗的眼神 显得很害怕 但他还是努力地配合着小哥 不得不说狗狗真乖 然后用吹风机给他吹干 但狗狗不知为何还在发抖 小哥以为狗狗冷 还抱着他晒太阳 抚摸着狗狗 安慰着他 小哥真的很有爱心 而且小哥的家里 也收养了几只流浪狗 为了给狗狗补充营养 小哥也是给狗狗准备了鸡肉 希望狗狗能尽快地好起来 也很开心狗狗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从此不必再流浪了 也为好心的小哥点赞 因为他又救了一条宝贵的生命 好了 今天视频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了点赞关注转发哦 让爱能传递 谢谢大家的支持 注意看 这只金毛一直在哭泣 狗狗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狗狗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会这样 这时狗狗正在被关在狗肉车的铁笼里 看着就是一岁左右大的样子 看着狗狗的眼神 充满了悲伤无助 狗肉饭说 其他的狗狗已经送上餐桌了 现在车上只剩下这只狗狗 小姐姐看到狗狗这样 觉得狗狗很可怜 也很心疼 便想从狗肉饭手里 就下这只狗狗 狗狗可能是看到同类的遭遇 已经被吓坏了 在笼子里一声不吭 可能他已经是绝望了 一直躲着人类的目光 经过小姐姐和狗肉饭的商量下 多加了一百块 最后狗饭才同意 给小姐姐带走狗狗 这下小姐姐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姐姐的老公迫不及待地把狗狗带出来 可以看得出狗狗很瘦 身体也很虚弱 狗狗也一直在发抖 还在害怕着 而且狗狗的腿也受伤了 走路都很艰难 随后小姐姐便把狗狗带回家里 到家后 小姐姐便给狗狗拿来了食物围给狗狗 狗狗可能已经饿坏了 便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看到狗狗这样 小姐姐也欣慰了起来 在吃饭的时候 却发现狗狗有些咳嗽 也许是生命了 到了第二天 小姐姐的丈夫便把狗狗放到车上 带着狗狗到宠物医院检查 来到医院后 兽医开始对狗狗进行检查 狗狗全程也是很配合 经过检查后 发现狗狗有点隐性的全温症状 于是便给狗狗打针 看看狗狗的情况怎么样 让他们过两天再次进行检查 到家后 小姐姐为了让狗狗有充足的营养 也是给狗狗准备了一些鸡腿 希望狗狗能尽快地好起来 狗狗也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胃口还是很好的 小姐姐看到狗狗这样也很开心 到了第三天 小姐姐也是再次带着狗狗来到宠物医院 医生也是给狗狗再次地检查 但令人失望的是 狗狗并没有任何好转 所以要继续给狗狗打针 打针的过程中 狗狗也很配合 狗狗真的很听话 而且还流下了眼泪 也许狗狗能体会到小姐姐和医生 都在极力地救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都要来到医院打针 此时狗狗也是过了危险期 看着精神也好了很多 后腿也是恢复得差不多了 看着狗狗跑来跑去也很开心 夫妻俩来到医院给狗子检查 检查结果是狗狗的全温症状 一点也没有了 看着狗狗的眼神也没有了之前的疲惫感 可以看出狗狗已经完全康复了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回到家后 狗狗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眼角里含满泪水大哭了起来 也许被夫妻俩对自己的爱给感动了 小姐姐也是拿来狗狗爱吃的鸡腿 狗狗闻了闻 便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狗狗也很有灵性 万物皆有灵 只是狗狗不会说话而已 他也知道谁对他好 谁对他不好 也会有感恩之心 情不自禁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狗狗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他会永远忠诚于自己的主人 就算是被人类送上了狗肉车 他还是会再次选择重新相信人类 也为好心的小姐姐点赞 好了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哦 让爱能传递 谢谢大家的支持